站在不同意罷免看板前 国民党前主席也是前立法院副院长的洪秀柱 柱柱姐和市长谢国良 以及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主委吴国胜等人 一起高喊反恶霸挺善良 就算民调上反对罷免的支持度高于同意罷免的比例 但是在可预知的投票 一定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票 其实反对罷免在基隆市的绝对是占多数 但是他们会不会出来投票 就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基隆市民从来没有投过这张票 这也会是基隆的政治历史上第一次有这一类的投票 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 光是我们要宣导或说明 尤其给很多长辈 这一张没有号码 没有照片 甚至也没有政党图案的选票 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很积极都在推动这一类的认知 给鼓励大家出来投票 所以我也才说只要大家都出来投票 那么这一次的选举我们会过关 但重点就是大家必须要站出来投票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 你民调好不出来投票 那是什么有用的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要在吹票的这个力道上面加强 要跟大家讲 要跟大家讲 有的人讲说哎呀不要紧 就赢了 没差我这票 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 每一次那个民调选举就是一般正常的选举 不要讲罢免 一般正常选举 民调很高的人 就有人讲说没差这票 他赢了 他赢了 那就不许投票了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有很多立法委员啊 就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自己国民党同事曾经划铁幕 就是在说你民调很高没有关系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说受到民调的影响 说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要吹票 要让他支持我们的人要出来投票 我觉得是现在必须要更加努力的一个方向 一些那个不同党的同事 以前到晚跟我讲说 罢免是人民的权利 对啊 可是罢免不是拿来给你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啊 老实说 我觉得现在罢免 现在对于国粮还是对于其他人 罢免有点像霸凌 其实让大家可以看得很不舒服 甚至说因为我把这件话 罢免的行为有点像霸凌这件事 直接公开的讲出来 然后我被这些支持 境外方支持者直接跑来骂我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 什么时候台湾民主变成是说 你不可以把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 你不可以把另外一方面的话讲出来 你认同的事情你不能讲 然后你就是声音大就会赢 这其实我觉得台这民主上面好像哪里怪怪的 所以我会认为我在这边还是讲说 我不同意罢免 那我也呼吁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罢免 包括立委林沛祥以及市议员郭美秀也一起出席 陪同洪秀柱力挺谢国良反罢免之外 住住姐也称赞谢国良用心办理教育 愿意投入经费提升及改善金融市的教育环境 实在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温暖的一个人 所以他在做委员的时候就这样 所以刚才您讲那么多教育的这个政策 其实他并不是说做了这个市长以后就关心教育 我觉得他根本就关心孩子 他就关心下一代 否则以他那个时候还那么年轻 他怎么会对小孩的事情这么会关注 我都很感动啊 那么因此呢他现在做了市长 刚才又听了那么多说教育的这个政策 我觉得我也不会多说了 因为都摆在这个前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 他对孩子的未来 你看看他为什么是这个跨国的这个优质的教育啦 要跟国外的这个课程啦 给小孩有多元的学习啦 我觉得处处他的初心 他的初衷 他本性就如此 所以他才会做出这么多 对于教育方面的一个关怀的事情 当然更不要其他其他一些作为 洪秀柱的称赞不是没有道理 而是有着基隆市各家长会团体的支持和背书 其实在这一年多以来 我对于教育最有感觉是说 其实市长跟我们总共办了两次市长有约的座谈会 等于家长的声音他都听得进去 所以说今天市长说我们来谈一些教育的那个议题 所以说我觉得说我值得 市长的作为是值得我肯定站出来去 肯定他对于教育的奉献 其他的东西我不懂 但是对于教育我们是非常有感 洪秀柱的到来也引来不少粉丝前来朝圣 一起力挺谢国良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